大家好啊,发现一种怪现象啊,就是之前我们做了很多期啊,在骂职业坏人司马南,为什么这个两周的时间没有露头,是吧,很多人猜想,包括我也猜想啊,有人认为他这个被中共拿下了,是吧,此时此刻在中国共产党啊,想恢复民营经济的这么一个大前提下啊,他的所作所为啊,所言所行 不太合适宜,先让他闭嘴,还有人说他跑到美国去了,是吧,我之前说了,他跑到美国这种可能性不太现实,为什么,因为只要是他坐飞机,哪怕是坐头等舱,总会有人发现他啊,离开中国大陆,是吧,来到美国的某一个城市,中国会发现啊,美国的当地的华人朋友也会发现啊,除非他坐私人飞机,敲边了, 是吧,自己裹挟着钱财,金系软,逃跑了,这是另外一回事啊,他这个规格,他这个邓刺,他也坐不起私人飞机,他自己个人也不衬,是吧 还有人说了,司马南啊,这个是被投入淋雨了,我觉得那个就不太现实了,他并没有做什么啊,这个违背法律的事情,是吧, 他只是当了共产党的爪牙,他只是为毛泽东,为毛主席啊,奔走呼号啊,他十分怀念毛主席,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嘴头上的,并不是他内心真正想的,他如果说只为了无产阶级,只为了共产党,只为了毛主席的,呃,韬光伪劣的这个伟大的方针政策啊, 他就不会收取在平台上的任何费用,他只是为了,呃,立国立民做正能量,只要是在互联网上,呃,收钱的人啊,全都是肮脏龌龊,包括我在内,啊,没有一个是为了,呃,唤醒黎明大众,或者是唤醒,呃,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连接,没有一个啊, 不论是正方还是反方,都是啊,赤妹亡两啊,所有的人啊,都是,但是现在我刚才说了,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种怪现象呢,就是司马南已经出了好几天了,每天啊,比更不错,是吧,每天又开始高频率的发视频也好,发这个,当然他不会再提所谓的柳传志了,所谓的联想了,所谓的其他一些民营,民营企业家了, 为什么他不愿意再提,啊,他是迫于无奈,即使他话里话外啊,时不时的,呃,说那么一两嘴,呃,那也无关大雅,是吧,他已经接受了有关部门对他的这个训诫了,呃,但是他出来这么多天,好像大家伙对他的舆论的导向也好,对他的关注度也好,很多人就不太关注他了,啊,我觉得反倒是他不出现, 他成为了大伙的热点,大伙把合作修,把一些人都搬出来,是吧,柳传志都搬出来,啊,他现在出来以后,大伙就敲边了,不发声了,扫着你,我觉得这个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对他的一种,啊,所谓采取的一种手段,是吧,你别天天扫门大眼的,我扫着你,是吧,我觉得你也没什么劲啊,你入不了我的法眼,但是司马南呢,经常语出惊人,他倒是入了我的法眼了,是吧,他最近有一篇文章,加上视频,他说,呃,这个,如果美国不捣鬼, 二战可能不会发生,是吧,佩服美国,佩服美国,明明是很多战争的始作用者,哎,就是能用强大的媒体舆论,操控能力,颠倒黑白,哎,这他妈,哎,我在这插一句,我刚才生死历劫的,是吧,这个,学 司马南的口吻,啊,他没有司马南的底气足,啊,他确实是一个,党的很好,可以利用的口舌,啊,七十来岁了,啊,六十七八了,是吧,底,中气还那么足,但是我看到司马南的这个视频,我突然有一种感觉,就是,这个人吹吹老矣,啊,并不是说,他的形象,或者他的这个年龄吹吹老矣,我觉得还很年轻,六十七岁,是吧, 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态,啊,他的这个,呃,目前的精神状态,是确实有点不堪大雅,啊,确实有点心灰意冷,虽然他为了自己的子孙,是吧,为了自己能过上更加好的日子,他继续的,是吧,黎明开始,这个,这个,叫什么,就开始文机起舞,开始制作节目,当然他的团队,他也要养活,他不出节目, 怎么能给这些人发工资呢,是吧,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发于内心的那种,对金钱的渴望了,是吧,他是觉得,哎,没什么大劲了,活着也没什么大劲了,我猜想,现在如果国家对外汇管控的情况下, 我猜想现在司马南可能要把一些钱,啊,这个,通过各种方式运输到敌对国家去,啊,他嘴中的那个敌对国家去,我希望有关部门,啊,一定要明察求好,啊,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,啊,一定要把他生枝一发,是吧,不能让他跑,啊,不能,更不能让他, 他现在国家这么紧缺的外汇储备,是吧,不能让他这个,肆意妄为的,啊,偷,偷空,啊,这,当然他那点钱也偷不空,是吧,最多一个来意,啊,不能这个把这些钱,啊,刮中国韭菜的,啊,刮中国地皮的钱,让他运到美国,给美国创造财富,那不行,是吧,给美国创造税收,那不成,哎, 他说那个,二战里,同盟国都感谢美国支援,打败了德国为首的轴心国,可是当年,就是美国认为希特勒能够对抗英法,可以让自己坐收余力,一手弄出了希特勒和纳粹的军事工业,啊,一派胡言,啊,这就是指路为马,啊,说梅秋是白的,他就说梅秋是白的,他能找出来各种理由, 当然了,当时美国对德国的一些,啊,这个不叫援助,是吧,在经济上的,一些工业上的一些合作,人家也没有想到将来德国会成为,那个纳粹的,这个全世界的,这个痛病之人,是吧,痛病的国家,当时美国也没有发现,啊,但是美国二战一爆发,是吧, 美国就开始派军队也好,明里暗里,支持英国和英法,啊,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,真正对德国,啊,这个,希特勒,啊,真正对德国希特勒,这个,肆意放手的,肆意忘,让他肆意忘围的,那是斯大林,是吧,因为苏德有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, 而且苏德当时,为了瓜分这个,这个,波兰,啊,为了瓜分波兰,啊,大伙都知道苏联人,是吧,俄国人,老毛子,那残忍起来,比希特勒纳粹还要残忍,呃,这个,双方有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,而且现在已经解密了, 关于瓜分波兰的,啊,所有的文件,原,原始材料的文件,原件都已经解密了,是吧,呃,这就是,我觉得这个司马南现在是逮谁咬谁了,他不能咬现在国家管控的那些,那些人了,是吧,他就开始咬美国,因为咬美国是可以应和很多中国这个普通的傻逼们的感情的,中国有自己的民粹,是吧, 啊,我们可能在实质的武力上,我们打不过日本,打不过美国,啊,在历史当中,啊,但是我们精神上,我们在这个纸上,我们在纸上,谈兵上,我们可以跃然纸上的赢,啊,任何一个国家,无论他在科技军事上,比我们强,还是比我们弱,啊,我们不费,一枪一弹,只使唾沫星,唾沫星子,就把对方淹死,啊,而且我就是在这里发现有一个, 因为我看了他那个视频,啊,他对希特勒,啊,希特勒,是吧,呃,这嘎叭的,啊,这个所谓的魔鬼,啊,好像话里话外,有一些给为希特勒名不平的这种口吻,啊,觉得希特勒,平时并没有那么可怕,可怕的是美国人,美国人创造了二战, 美国人创造了日本人侵略这个中华大地,是吧,侵略整个东亚,侵略整个东南亚,啊,直至南亚的一小部分,直至澳大利亚的一小块地方,也发生了战争,也发生了偷袭,是吧,呃,他总是说美国,啊,是制造战争的始祟勇者,啊,是这个幕后牵线者,是吧, 但是我们,呃,现在知道,如果没有美国,这个,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,是吧,呃,没有美国那两颗原子弹,啊,没有美国大面积的对东京,呃,出去古建筑以外的那个轰炸,那现在日本有可能还是在统治我们中华民族,有可能,啊,最起码不会在四五年就结束这场战争, 我们总以为是我们自己,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,啊,将士们,是吧,抗争,无论是国民党,还是说,这个,这个小,一小撮的共产党,是吧,无论是谁,打败了日本侵略者,实际上,啊,你说跟我们有关系吗,当然跟我们有关系,战场发生在我们这儿,是吧,战争发生在我们这儿,我们牵制了,这个日本很多的兵力,但是实际上,让日本的天皇,御人天皇, 投降的并不是我们,因为如此长,长久,长久,这个,持续下去的话,不一定谁会,这个,取得战争的胜利,是吧,当然我们知道,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的,侵略者永远不会,呃,成为,这个,上帝眷顾的人, 他肯定最终会失败,但是,是不是变成了,这个,八年,当然现在,共产党说是十四年,啊,从九一八开始,那个,因为那边有,这个,所谓,东北抗联,是吧, 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,当然,东北抗联也是一小部分共产党领导的,并不是所有东北抗联都是共产党领导的,是吧, 那我就说回来,就是,那八年,十四年,还是更久,如果没有美国人,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援助驼风航线,包括飞机,包括大炮,包括其他的,那日本人怎么会投降我们呢,拜拜了